準備再造加工成為雕刻 海關說這批象牙原本想由非洲的安哥拉 經埃塞俄比亞首都亞迪斯亞貝伯 停香港國際機場再轉到南韓人村機場 最終目的地是簡報債 但由於飛機機檢故障不能繼續行程 機上乘客同行你需要下機 海關做例行抽查時揭發案件 海關拘捕機上15個介乎20至54歲的越南籍旅客 最終發現了一共32個行李袋 裏面有7、8、90公斤 價值7、90萬的橡牙和橡牙製成品 暫時我們不能確定是否有同一個暫時集團 但他們同一個國籍同一班飛機 他們所收藏的物件 手法和各樣 我們相信他們有機會同在一起 根據香港法例 走私橡牙和相關製品 最高可以被判罰款500萬港元和監禁兩年 無線電視記者